嗨,大家好,我是Casey,张成 今天的视频想和你们分享一个 庆典佳节必备的真糕 就是这个发糕 做发糕的方法有很多种 现在的发糕偏像蛋糕式的那一种 今天我分享的师傅比较偏像传统式的发糕 这师傅的发糕只用天然酱母 不加发粉或爆炭粉或者是一弄 所以吃起来Q弹有嚼劲 和传统的发糕没差别 而且做这酱母发糕也是非常挑战性的 所以做发糕最刺激的地方就是 一打开蒸笼的时候 一看到蒸笼内的发糕发开 哇,多开心哦 一整天都可以笑哈哈 所以希望你们能挑战着 传统有古早味的发糕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它的材料和做法 黑糖80克 五漂白面粉60克 普通面粉60克 米粉或粘米粉30克 活性天然酱母50克 热水100克 一小撮的盐 来看看制作发糕的过程 首先将黑糖加入热水中 搅拌给它融解先 把黑糖搅拌溶解之后呢 就准备一个盆 然后把黑糖水也倒进去 然后搅拌直到盐浓解 再把盐加进去 然后搅拌直到盐浓解 然后再把活性酱母也加进去 搅拌入手煮油 搅拌入煮油 搅拌切成高水 搅拌入盐浓解 适量的盐浓解 再放入面浓解 取费用渐浓解 装滑 输解 确 Houston 烈 放入蜺 倒入 盐浓解 然后过筛已经穿好的粉 然后将它们搅拌成粘糊性的面团 混合好之后将它们醒发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 现在可以做六到十次的充结法 这样的话面团的面筋会比较扎实一些 做了汽车的充结法 现在面团会比较扎实一些 所以再给它醒发大概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之后再做多一套充结法 这回我只做了四次 四次之后呢 就给它在常温下发酵 十八到二十个小时 十八个小时之后 可以看到面团已经脏到一倍多 在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杯子里面去蒸 所以要准备好蒸笼 纸杯和铝杯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那个面团也加进去 杯子呢 你可以用大杯 中杯或者是小杯 我现在用的是中杯 大概可以做到七个发膏 现在需要和铝瑞 刚好装了7个杯,现在就可以拿来蒸了 开盖的时间到,好紧张哦,准备好,哇啦,哇,好惊喜哦,发了好厉害啊,真漂亮,开了好大,真美哦,哇,好开心耶 每个发开的姿势都不一样,开了很漂亮,很美,很有满足感 这种传统古早味的发稿和现代的发稿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比较扎实,Q弹和嚼劲一些 吃起来呢,有淡淡的黑糖甜食味,拿来配绿茶和咖啡是蛮搭配的一下的 你们不妨是做下这种传统古早味的发稿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发稿的话,请给个赞,祝大家开心健康 下一个新的视频我们再见